好下一题是12题 这道题目 company over absorption 是6000 已经算完了 over absorption 6000 over absorption rate 8块钱unit 8块钱一个unit 正常生产是5000 normal level of activity 实际生产量是4500 这个所谓的normal level 实际上就是budget 实际上就是budget 通常 一般我们预测就是按什么呢 通常来预测 你不能按极端来预测 没有什么预测的 按通常来预测 按常见情况 概率出现最高的情况来预测 这5000相当于是budget的数据 这道题目是一种很典型的 就是我们所谓叫正向思考反向求解题 它问的是actual overhead是多少 对吧 正常我们要算的话 是让你算 overhead是under 对吧 这要是反向 你要去求解 但是我们正向思考 把它设成为之数就行 8乘以多少 4500 先估出来overhead是多少 先做absorbed overhead是多少 估overhead 估要按什么估 估要按4500的实际量级去估 就是4500应该产生多少overhead 8乘以4500 所以这个没有很多数据 就是干扰性自己 8乘以4500 我们先判断出来 好 算一下是多少 306000 和实际 实际是我们要求的x 等于什么呢 等于6000 但是6000他说的是over over就是估的比实际的要高 对吧 那就是要高一些 那这x就应该等于什么 30千 所以ons应该选A 对吧 ons应该选A 先正向思考 然后反向求解 反向求解的时候呢 一定要借助over和under的 规律关系 对吧 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律关系 对吧 是谁比谁高 就能够准确的解答出来答案 下一题是三题 company生产两种产品 一种叫x 一种叫y 有一间工厂呢 有两个生产部门 叫做primary和finishing 两个生产部门 allocation apportion 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两个部门的活动 相当于告诉我们两个部门的活动 不是要生产两种产品吗 两个部门上两种产品 情况如下 生产x生产y 都会生产x生产y 其实是加工的 对吧 他们各负责生产 x生产y的一部分工作 但是都要 x和y都要经过这两个车间 对吧 x呢 在primary这个车间呢 36分钟加工一个 然后再经过y车间 25分钟一个 y呢 经过第一个车间 48分钟做一个 finishing这个部门呢 35分钟做一个 对吧 这是基本信息 那问我们什么呢 预计生产量是x准备生产6000个 y生产7500个 固定成本呢 要求按照labor hour 来进行absorption 现在问你 算出来的oar 对应的overhead cost per unit 是多少 他让我们解析 用什么来解析啊 用per labor hour 这个basis来解析 但最终求的结果是 问我们生产y这个产品 做一个y overhead 做一个 到底需要多少 对吧 到底需要多少 也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 这道题目我们需要知道什么 我们需要首先知道oar 这是肯定的 然后oar推出来 overhead per unit是多少 但是overhead oar怎么求呢 overhead就是建立overhead overhead就是建立overhead和活动的关系 但这个公司呢很特殊 它是两种产品 两种产品的话 你就不能用产品量来当做活动 对吧 不能相加嘛 就跟我们说的黄门鸡米饭和这个鸭饭一样 你不能相加 对吧 鸡饭和鸭饭你不能相加 对吧 分开做啊 找他们共通的东西 既然都是人工做的 那就是人工小数数吧 对吧 那么这样两个车间呢 一个是96000 一个是82500 如果我们想做的精确一点 那就是每个部门做每个部门的oar 别合在一起 尽管可以合在一起 比如说呢 96000加上82500 然后呢 对应的我们把共通的活动找到 但这样不太准 更加准确的方法是 既然在primary有成本 有活动 在finishing有成本 有活动 那么就建立各自的成本和活动的关系 这样不更准确一些吗 所以我们要找到对应的 96000在这个部门 到底做了哪些活动 既然是pre-determined oar 既然叫pre-determined oar 也就意味着 在这两个车间 我们一定要加工生产 6000个x 7500个y 所以我们怎么办 6000个x 7500个y 把活动找到 把活动找到 分别6000乘以 36 25 然后换算成小时 除以60分钟 换算成小时 除以60分钟 对吧 我们要把基本数据先找到 然后看看在primary这个部门 到底对应哪些活动 对应着96000的成本 既然要做6000个x 7500个y 总活动量是多少 对吧 用小 finishing同理 所以第一步 需要做出来什么呢 需要先做出来活动量 对吧 这个活动量 我们就要算一下了 96000 96000 到底活动的总小数是多少 6000乘36除610 3600个小时 7500乘48除610 6000 一个3600 一个6000 加起来的话 活动量 在第一个车间 96000 然后9600小时 10块钱一小时 对吧 10块钱一小时 这是在第一个车间 同理 第二个车间 一回事 对吧 算活动 6000乘25 乘60 2500 7500乘35 12块钱一小时 啊 我直接求了啊 12块钱一小时 All right 82500 6800 875小时 算出来是12块 一小时 然后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对应的小时数 对应的小时数 和成本的关系 一小时 overhead在第一车间 花10块 坐了一小时 在第二车间 overhead对应 花12块 现在问我们 why why做一个呢 需要 在第一车间 48分钟 第二车间 35分钟 48分钟 35分钟 换成小时 除以60 坐一个 在第一车间 48分钟 第二车间 35分钟 第一车间 对应 一小时多少钱呢 10 第二车间 对应一小时多少钱呢 12块 对吧 我们这么求就行了 啊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求出来应该是 8 然后 35 除 60 乘 12 7 8加7 15 完整的做完一个 y 两个车间全部经历了 15块钱一个 啊 所以这要题的做题方法呢 要把握住原理 然后呢 还要会推倒 对吧 你不是只算出来 OR就完了 不是只算出来两个车间的 一个10 一个12 就完了 还要会推倒 对吧 推倒的时候呢 要小心一点 别竖着来 竖着是车间 横着来 why 跨两个车间做完 对吧 why 跨两个车间做完 所以answer应该是 Doc answer应该是Doc 14题 A company use overhead absorption rate 3.5 per machine hour 一公司呢 overhead已经给你算完了 OAR已经给你算完了 这OAR呢 是基于32千的budgeted hour budgeted machine hour就算了 啊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ctual overhead呢 也记录下来了 实际花费 108875 对应的是 干了多少小时的实际工作呢 30千的实际小数 现在问 under还是over 这个比较直接了 对吧 但这个直接呢 因为有数据干扰 我们要挑出来 我们需要的数据 不需要的话 看都别看 所以呢 为了作对 我们先想公式 对吧 要找到OAR 找到了 3.5 和实际的量级呢 做个调整 就是要估一下 按照实际量级估一下 30千 也有了 和实际的花费 108875 做一个比赚 比他高 就是over 比108875 低 就是under 对吧 很简单 所以30千乘以3.5 跟108875 做比较 发现低 所以叫under under 3875 选A 这个没什么难度 没什么难度 15题 A factory 有间工厂呢 有两个生产部门 P和Q 有两个服务部门 X和Y 然后呢 Allocation和Potion呢 他说已经做完了 然后做完之后的结果是 PQXY 分别如下 估计 Service Center does work 如下 实际上就是共性 两个服务部门 记得哪两个服务部门 X和Y 贡献分别如下 而且还有交叉贡献 注意啊 这还有交叉贡献 OK 还有给其他部门的交叉贡献 然后问大家 核心主要在这里 After Real Pulsions 如果做Real Pulsions 关键是用什么方法 他说的是 Fully Recognize Reciprocal 我们就讲过两种 或者两大类吧 不能讲两种 两大类方法 一类呢 是Direct 实际上就是承认 服务部门之间的 贡献还是不承认 不承认 Reciprocal呢 是承认 所以Reciprocal也叫做Repeated Message 就像互相之间承认 我承认贡献 我不忽略 我不忽略 Direct是忽略 如果用不忽略的方法 承认两个部门之间互相的 贡献的方法 怎么做 怎么做 这道题目如果要做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方程法 对吧 可以做的话 我们用方程法 可能更好一些 如果要承认贡献 可以不断分 不断分 不断分 用Repeated Method 也可以用方程法 Simultaneous Equation 其实快的话呢 应该是方程法 但方程法的话呢 不太容易用的对 因为要把握住方程 包括解方程 和解完之后 这个数字 你怎么错误 我们直接说最难的 简单的应该大家都会 对吧 用方程法的话 我们这么做 对吧 用方程法的话 我们这么做 我们设什么 我们设X和Y X等于什么 X呢 本身是四升六千 我们这个X呢 设为要被分的 要被Real Portion的Cost 原有的四升六千 要被分 Y呢 永远要有多少 因为我们看Y的贡献 对吧 Y对于X的贡献 是多少呢 10% 也就意味着 Y永远要分10%过 0.1Y 对吧 对吧 永远有10% 要过 分给X 所以这是X要被分的 同理Y要被分的Cost 我们设一个方程 包括原有的三十千 和什么呢 和要被分的Cost Y和X X对于Y的贡献 是20% 就意味着X 永远要有多少呢 X永远要有20% 要被分光 永远要有20% 要被分光 所以分完之后 0.2X 对吧 两个位置数 两个方程 解完之后 X和Y 大家算一下 应该等于几 对吧 应该等于几 应该是X 等于50千 X应该等于50千 然后Y呢 然后X求成了 Y也就能求成了 Y等于40千 但是求完之后 把这个50千和40千 它们代表的含义是 X和Y 会被分的总的Cost 会被reapportion的 总的Cost 我们知道题目 需要让我们求什么呢 求P 分到P 最终是多少 对吧 当然了 别忘了带上 它原有的Cost 但是分过来是多少 分过来的话呢 我们是按4比4呢 3比6呢 去分X和Y呢 50千和4千呢 还是只按40% 30% 60% 去分过来呢 记得 一定是按照40% 40% 30% 60% 去分过去 OK 去分过去 因为我们在设这个方程的时候 我们已经考虑用了什么 已经考虑用了X和Y 被分的这个部分了 alright 既然已经考虑用了 那就只有多少过去 分给P X里面只有多少分给P 对吧 X里面只有40% 要分给P OK 40%分过去给P alright 所以50千 乘 他不知道是P的吗 乘40% Y呢 乘30% 分给P 这样的话 分过去的总值就应该是 一个分20千 一个分12千 加在原有的96千上 95千上面 所以95千要加分过去的32千 所以95加32应该最终Anser很明显是Dog 这种题目呢 建议大家用方程法 但是方程法的运用 一定要运用熟 如果你觉得运用不熟的话 那还想老老实实的 反正Repeated吧 不断分不断分 用那种方法肯定不会错 但是耽误时间 麻烦 属于原理性方法 原理性方法一般不会错 好 我们看一下 什么有题 The following data is available 下面是关于什么的数据呢 是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叫Punting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呢 预计Overhead要花150千 预算的 实际花费150千 原来预计的这个活动量呢 是60千的Machine Hours 实际的活动量呢 是55千的Machine Hours 问哪句话是对的 哪一句话是对的 那么下面这个话呢 主要是关于Over Under Absorption来的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做出来 Over Under Absorption 那这要是简单了 对吧 但怎么做呢 首先要根据Budgeted Overhead 和Budgeted Machine Hours 先求出来OAR 这个OAR呢 活动是Machine Hours 以Machine Hours 作为Basic的活动 150千除以60千 2.5当了一小时 2.5当了一小时 怎么样求Over Under Absorption呢 要用2.5$ per hour 乘以实际的小数 55千 算出来应该花费多少的Overhead 应该花费137500 实际花费150千 对吧 我们算一下的话 就明显有什么 有 12500 叫做Under Absorption 12500 叫做Under Absorption 12500的Under Absorption 那么由这个计算基础 做判断 下面四句话 我们判断的时候呢 就能够手描把撞了 对吧 第一个 他说没有Under 没有Over 错 他说有13636的Over 不对 12500我们算的 但算的是叫Under 因为Absorption的低 所以哪句话最准确 Dot 对吧 像这个呢 也是一种变相的计算体 好像是一种文字体 变相计算 Dot 下一题 还是告诉我们数据 Actual Overheads 是这么多 Actual Machine Hour 这么多 Budget Overheads 这么多 基于上述数据 Assuming Budgeted Overhead Absorption Rate OAR是32 基本数据我们都有了 然后问我们什么呢 What was the budgeted number of hours 也就是 What was the budgeted number of hours to be worked Budgets to be worked 这话到底在问什么 这话到底在问什么 OK 这话问的呢 实际上他问我们的是 他告诉我们的是 OAR 32 他问我们原来 是按照预计几个小时 准备做生产 实际上也就是 Budgeted hour 所以我们要找到 哪一个关系里面 有Budgeted hour 哪一个关系里面 有这个Budgeted hour 那明显是 OAR和 Budgeted overhead 这种关系 因为正常是 Budgeted Overhead 比上 Budgeted Activity 等于OAR 等于说我们要用这个关系去求 不能用 Over Under Absorption 关系去求 对吧 就是考大家有没有很 掌握全面的知识 对吧 你不是指四进一倍 Over Under 对吧 你要知道这个OAR怎么来的 因为OAR都是 Pre-Determined OAR 对吧 即使他前面没有加这个单词 一般我们也不加 对吧 都知道它是Pre-Determined OAR 只有这么用 用预算的OAR 用一个事前既定的OAR 这个OAR的作用才比较大 所以他是怎么求出来的呢 是用Budgeted overhead 除以Budgeted activity 等于说问题是要问这个 Budgeted activity是多少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根据正向思考 反向求解 正向思考说完 哦 原来哪里含有这个要求的未知数 然后反向求解 那就是475200 除以32 对吧 475200 除以32 Ans 14850 原来打算生产 14850小时 然后花多少钱呢 475200的 overhead 好 下一题 18题 18题呢 他问你的是OAR 这个就问的比较的正常了 但你一定要知道 所谓的OAR 按照Machine Hour 如果求的OAR 不管是求什么OAR 它都是pre-determined 我们从来不会求实际的OAR 不要这么求 OK 这么求没有用 对吧 一般都是求实际的 一般都是求预算的 既然是求预算的 或者叫做既定的OAR 只用两个数据 前两个 后面这个看都不用看 对吧 后面这个看都不用看 所以算出来是多少 690-480 690-480 除以几呢 除以Machine Hour ,15344 等于45 per Machine Hour alright Answer应该是 boy 关键看准是用什么数据 求这个未知数 好 下一题 19题 A Company Absorb 按照Machine Hour 来做Absorption 实际的 Actual的工作时间是 22435 实际的Overhead是 496500 然后有Overabsorption是 64375 现在问 Budgeted Overhead Assorption Rate 是多少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 正向思考反向求解题 对吧 因为它已经告诉我 Overabsorption了 那我们正常做的思路是OAR 在这个里面 OAR就是未知数 乘以实际的活动量 实际活动量有没有呢 因为未知数要是两个以上的话 不好求 有 496500 实际的 小数数是22435 对吧 别看错了 一看这么大 肯定不对 22435 推算出来 这个叫做Absorbed Overhead 然后和实际 找实际 实际Overhead有没有呢 实际Overhead找 有没有 有496500 找到了 496500 对吧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我们如果设个方程 就是22435x 对吧 和496500来做对比 来做对比的话 就意味着 对比出来的是 它告诉我是Over 说明谁比谁多 说明关系应该是 22435x 比496500是要多的 我们把这个关系的多与少 也给它体现出来 64375 所以 关系用了之后的话 反向求解 22435x 解496500 等于64375 对吧 那Anser也就意味着 是 496500 加回去 64375 然后再除以 22435 对吧 再除以22435 25块钱一小时 Anser C 25块钱一小时 Anser C 好 我们看一下第20题 A company absorb fixed production overheads in one of its departments on the basis of machine hours 用machine hour进行absorb 用这个basis 说那么长 其实核心含义 就是用machine hour 来做basis 来进行absorption 现在有 注意他的事态 100,000 budgeted machine hours 当然有单词更好 budgeted hours for the first coming period 准备未来一年 生产100千小时 可能一年 可能一个月 反正未来某一个时间 预计准备做这些 准备生产这么多小数 the fixed production overheads observation rate 已经算完了 对吧 2.5 per machine hour 已经算完了 2.5 per machine hour 就是基于这100千 小时数据算的 然后实际数据如下 actual results 出来了 standard machine hour 110千 fixed production overheads 300千 这个standard 在这里用的 machine hour 他这里说的是actual 那就是按照 标准 实际最后出来的小时数 实际工作小时数 是110千 花费是300千 然后 问overhead under还是over 对吧 他这里的话 单词有的时候用的一些 不是特别标准 这里standard machine hour 其实就是actual hour 这个不要被他干扰就行了 我们还是我们原来不变的 私募就是2.5拿出来 对吧 我们先估算2.5根据什么估 根据110千来估 2.5乘110 跟什么比呢 跟300千的实际花费 来做比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直问直答的 比较直问直答的 2.5和110千相乘 然后和300千相比 比300千低under 比300千高over 这里是under 对吧 所以under了多少 under了25千 所以dog 也是一个直问直答 主要关键的话 是看清楚题目当中的单词 然后不要被单词所误导 对吧 这个单词再怎么变化 我们只要有一定之规 都能做得出来 21题 文字 Consid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下面的句子 关于什么方面的 reapportionment of service 这个方面的知识 如果用reciprocal services 或者如果有 where reciprocal services 就是部门之间有交叉贡献 这个的含义就是交叉贡献的意思 对吧 然后如果reciprocal service存在 这里说的不是方法 这里说的就是这种关系的存在 两个部门 两个服务部门之间交叉有贡献 然后下面四个句子 一二三四 问哪句话是对的 他说如果用direct method 会导致什么呢 cost being reapportioned between service cost center direct method in cost being reapportioned between service cost center right if direct method is used order in which service cost center overheads reapportioned is irrelevant 这两句话呢 其实是差不多 但是是在描述两件不同的事 他说第一个是 the direct method results in 会导致什么 如果用了direct method 两个服务部门之间 between两个服务部门之间的cost 会分吗 不会分 他说说是会分 错了吧 对吧 要看懂句子 第二句话呢 说的是 if direct method is used the order 他说的是分的顺序 order in which 分的顺序怎么样呢 就不重要了 irrelevant 或无所谓 比如说我用两个服务部门 x和y 先把x的分了 然后再把y的分了 还是先把y的先分了 然后再分成x 就无所谓了 对吧 从哪开始都行 这个呢 就要结合我们上课讲的题目 题目做熟 一般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这话说对不对 对吗 从哪开始都行 随便你 对吧 对 第三句 如果用的是step down step down 我们也讲过这种特殊方法 它其实是介于什么呢 是介于direct method和reciproced method之间 如果归类呢 可以算作direct method 它是一种direct method的一种 就是我们叫做加强版吧 或者做的更精确一点 就是它承认贡献 大家只承认一方对一方的贡献 比如说要么承认x对y的贡献 要么承认y对x的贡献 只承认一方对另外一方的 这种叫step down method 那么看这里的句子 它说step down method呢 会导致cost being reapportioned between 会不会两个service cost的center之间 互相之间 between 互相之间要进行reapportion 有这种vella portion存在吧 有吗 对吧 x要分给y 但是y不用分给x 你说这个算相互呢 还是算单方呢 对吧 所以这个词啊 这个between 对吧 这个between 它有点问题 对吧 它只是一方对另外一方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 这句话其实也不能算对 当然因为我们有排除法嘛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作为备选项 对吧 至少哪一句话一定对 第二句肯定对 第一句肯定错 这我们可以很有信心 对吧 有2不能有1 凡是有2不能有1的 凡是有1的都错 对吧 2和3 这样的话答案就介于 C和D之间 对吧 那到底是C和D呢 我们把第4个看了 对吧 那么4呢 其实可以不用看了 对吧 因为这个选项没有 其实就是第三句 但第三句很蒙恩两可 对吧 蒙恩两可 然后再看第4句吧 我们完整一点 如果Step down method is used the order in which Service call center overheads reapportioned is irrelevant 这个就不对 这肯定不是 以然的问题 从哪开始分 就绝对会影响 最后分的结果 咱们课上讲 这个案例 也有展示 对吧 先从哪一个分 最后分出来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会有些部门分的多 有些分部门分的少 但总量肯定不变 对吧 所以第4句话肯定错了 第三句呢 第三句主要是 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 他不能算相互 但是有分 对吧 确实两个副部门之间是有分的 所以这句话呢 其实不好判断 2和3 2和3 对吧 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 3还是有点问题的 对吧 但这道题答案呢 他是知道的 他认为呢 3呢 写的是对的 或者初题人认为 他自己写的没什么错误 对吧 就是两个部门之间是有分的 其实他这里想表达的含义是有分 对吧 而不是互相分 没有这个互相的这个含义 这样的 所以从句子角度来说的话 咱们只能说这第三句吧 如果说了再清楚一点 判断起来就更事半功倍了 但是现代考试呢 一般会尽量说的比较清楚 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如果从句子角度来说的话 有些同学会有这样的疑问 第三句 我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互相 还是单方的问题 确实 一方对一方 两个 between 有没有between 两个service department之间互相分 有没有这么一个动作 有吗 但不是互相 是一方对一方 对吧 所以说的话呢 第三句 勉勉强强 对吧 也能算对 这种做题呢 咱们不要就着 就是以提问题的角度 咱们就是从背后去研究这个句子的意思的角度 对吧 那么这个句子呢 以后我们再看就知道了 对吧 它句子确实也没有说明显的 这个互相的意思 就是一个 在两个service department之间 有这么分的一个动作 有这么一个reapportment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确实有 对吧 如果这么理解的话 确实第三句可以学 咱们不要就听问题 咱们就是把背后的这个原理呢 去给大家展示清楚 好 下一题呢 第二十二题 这道题又是计算了 有两个服务部门 有两个生产部门 overhead cost 要进行apportment 要进行apportment 两个生产部门如下 两个服务部门如下 对吧 明显前面两个是生产部门 后面两个服务部门 然后呢 allocation和apportion已经做完了 还是apportion allocation已经做完了 等于说呢 那现在 现在要进入的肯定是real portion了 如果想做real portion 必须要知道贡献的程度怎么样 对吧 两个服务部门store 分别贡献如下 然后有交叉共性 对吧 有交叉共性 然后呢 在business呢 准备用direct method 用direct method 然后经过apportionment 最终 他问我们 分给mixing部门的 最终分给mixing部门的 全部分完之后是多少 direct method呢 就很简单了 因为direct method是 忽略掉什么呢 忽略掉共性 忽略掉两个服务部门 也就意味着store的181600 怎么分过去 按照5比3 不是百分比 按照5比3 分过去就行了 contin按照什么分呢 按照45比40 百分号不要看 45比40分过去就行了 对吧 这么分就行了 把握住这一点就不会做错 这个相信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 最终答案应该是dog 做题时候别忘了 一定要带上原有的allocation和apportion 因为我们问的是分完的结果 对吧 不是被分的是多少 分完的是多少 一定要注意他的题目 在问什么 有的时候呢 有可能很多同学错 就在他在这个问的内容上面 会出错 对吧 要答非 要答有所问 别答非所问 好 下一道题目呢 还是这道题目 但是用什么方法呢 用 step down method step down怎么做 对吧 step down呢 是你随便承认一个 部门 服务部门 对另外一个部门的贡献 但我只承认 一个部门 对另外一个部门的 另外一个部门 对我 我不承认 你承认哪一个都行 对吧 这个step down呢 承认哪一个 其实都可以 承认哪一个 其实都可以 承认哪一个呢 当然这道题 我得做两种判断 对吧 我得做两种判断 因为我不知道答案的话 是哪一个 对吧 不知道答案是哪一个 最对应的 那么如果从 store开始 怎么做呢 18160 store承认 对 cantine的贡献 20% 20%分过去 带上原有的 47200 但是不再承认 对store的贡献了 直接按照 45比40 分给mixing 分给steering 这就是step down的含义 step down的做法 对吧 关键选择一个其实点 当然两个其实点 我们都得试一下 对吧 都得试一下 因为有可能你根据 store算出来的 答案没有 那就说明应该是根据什么算 根据砍定算 先从砍定开始算 别先从store开始算 对吧 那么这道题目呢 我们就不讲太多 课上有问题 应该不会做错 下一题呢 24题 历年考试题 真题 我们看上真题 真题很真 我们看真题 能不能难倒我们 A company use standard absorption cost 用ac去value inventory 如果找到了 已经算出来了 OAR是12 这12呢 是per labor hour 每个unit的production 要4个小时做完 4个小时做完 最近no opening inventory of finished gurus 这个公司呢 没有opening inventory of finished gurus 7出存货是没有的 20千units生产出来 用了100千个小时 其中18千卖掉 说明期末库存 应该有几个 应该有2000个 对吧 然后呢 据此算出来的利润 用ac算出来的利润 因为公司用的是ac嘛 相当是告诉我们 用ac算出来的利润 是464千 好 问 如果用mc算是多少 对吧 那像这种题目呢 我们的做法 就是要借用什么呢 借用ac和mc之间的关系来做 对吧 ac和mc的关系呢 我们在课上呢 证明了很久 对吧 大家要理解啊 为什么ac和mc 利润不一样呢 其实主要就在于什么呢 主要就在于 这个成本啊 有一部分的成本 ac有一部分成本 固定的 fixed production的 overhead 它是算进 产品里面去的 它是跟着产品走的 算进产品里面去的 而mc呢 这个成本是不算进产品里面去的 所以造成了利润的 差距 但这里呢 我们就不去详细回顾 我们科上讲的原理了 我们这里直接用 直接用什么呢 直接用我们找到的结论 那就是生产 如果大于销售量 ac算出来的利润 应该大于mc算出来的利润 如果生产大于销售 ac算出的利润 应该是大于mc算出的利润 ac应该大于mc算出的利润 大多少呢 大的利润值 difference 就是什么呢 大的利润值 就是什么呢 就是 oar 乘以 生产和销售的差 大多少呢 就大这么多 就大这么多 或者叫做opening和closing stock的差 反正都一样 对吧 生产和销售的差值 库存 期出和期末的差值 然后呢 如果用ac的话 现在这套题目 算出来的利润是427000 既然ac利润已经算完了 我们完全可以用ac和mc的利润 这种关系来去解题 对吧 好 先判断是不是生产大于销售 果然生产大于销售 大了几千个 2000个 对吧 大2000个 大2000个 那应该是ac利润是大于mc利润 对吧 所以要从ac利润 减一部分 推算mc利润 但大多少呢 大2000个乘以每一个的oar 但这套题的oar是每个小时12 所以别忘了带上4 做一个 咱们需要的是一个产品的oar是多少 这里的oar呢 有一个陷阱 这里的oar是多少per hour 12per hour 所以这样的话就大多少呢 2000乘以12乘以4 对吧 很好算 很好算 464000 往下减 往下减 昂森应该是A 对吧 368000 对吧 减掉 2448 减掉48 48000 减掉48000 对吧 秀队 突然说 别说 我突然之后 有什么事 反应 在什么事 担心